告诉大家一件扎心的事情 生姜并不能生发 它的主要成分六姜分 反而会抑制毛发的生长 并且呢 想靠一瓶洗发水就防脱 哎呀这个太难了 你不要看他家的什么和手屋啊 啤酒花这些东西啊 加不了多少的 而且在头上洗头发 停留时间很短的 一下子冲掉了 对不对 主打生姜提取物的就更别提了 这些防脱洗发水的作用啊 主要还是清洁 和普通的洗发水其实差不多 甚至有些呢 还很一般 比如说这六款啊 反有一致敏的防抚镜 这两款呢用了甲醛释放体的防抚镜 那这款呢用了枪本冰纸 那这四款呢还有酒精 尤其是这款啊 酒精含量非常高非常高 这两年呢含好像特别的火 大家都冲着生发液取的 这样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生发液啊 那自己官网写的也是 非生发液而是营养液 功效也只是滋润保湿 大家购买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看清楚 那尤其是酒精过敏的同志 一定要注意这个 那这款呢更搞笑了 跟它旗下的普通的那款呢 就多了一个成分 哦 价格就高了好几倍 套路啊 果然是真的十六 当然了如果已经用了防抚洗发水的 也不用担心性激素问题 这些呢都是网上的谣传 你看啊 魏老爸花了一万多块钱去检测下来 啊 根本什么都没有 啊 又被谣言给坑了 这个钱又打水飘了 真的有脱发困扰的呢 要去判断一下 是不是真的脱发啊 比如说每天你掉头发超过一百根的 那就要去医院看看啊 是哪种类型的脱发 比如说雄激素性的这个脱发 增冰感染引起的脱发 营养不良引起的脱发 或者是产后脱发 物理脱发 确认了以后呢 再根据医生的要求呢 对省下药 另外呢 不要私下去尝试各种偏方啊 平时呢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不要频繁的去烫染头发呀 要远离太阳的暴晒啊 好 我是老爸评测的魏老爸啊 觉得有用的呢 可以帮我点个赞 也可以保存到本地 转发给你脱发的朋友们